欢迎回来 前两天我们谈到了哈萨克外交部宣布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出访哈萨克 9月7号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又接着宣布 下个礼拜要和习近平会面 那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呢 德里索夫进一步公布了细节 普丁和习近平会在乌兹别克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上相见 不过呢 相对于俄方的积极表态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却只表示 目前还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习近平和普丁时隔了半年后 再相会这次的会面 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呢 是包括粮食 能源 金融 贸易 有没有可能谈到台湾呢 刘老师觉得 那么谈台湾比较远了 因为他们并没有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并没有说 台湾问题上的争议 那么你要想这次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这块地方 其实现在非常重要 因为乌克兰战争或者阿富汗的战士 都会外溢到中亚 外溢到中亚 所以中亚这地方 中亚的国家像哈萨克什么 它也不见得跟俄罗斯如此同步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呢 所以当然你看在中亚这块地方 又有三个组织 一个就是像我们看到上海合作组织 另外是俄罗斯为主的 那么就是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土耳其进来的 突厥国家组织 所以有突厥人的 俄罗斯人的 中国人的 在这个古老的地方 一个古老的秩序 古老的游戏在玩 那么在这块地方里面 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是习近平 你看到当年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2013年也是他在哈萨克讲 那这次是在当然乌兹别克开会了 那在这样的开会里面呢 那当然你说为什么跟俄罗斯 他是特意把他低调 那么事实上他讲说 是不是人家对中俄两国走得很近 觉得很非常的敏感 或者说我刻意或者将来 我现在还是我们刚刚前面最讲的 所有的访问他都没有证实嘛 对都没有证实 都不愿意松口 都没有包括G20 包括习拜 包括习谱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他讲说 那我现在如果见面 当然会强调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 这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就是看说 那下一步呢 那你说谈到粮食呢 谈到能源啦 谈到什么 我想这会触碰到 都会碰到 那乌克兰问题 当然少不得也会碰到 然后就讲说 更重要的是反对西方 对这块地方的一个干涉嘛 那么希望能够把美国 在什么影响里能够赶出去 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在下半年 接触就是这个外交大展开的一个格局 那么下周登场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 会参与的到时候是除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之外 还包括了印度总理莫迪 在这个峰会前夕呢 印度政府9月8号声明 中印两国的军队正在各自从两年前 曾经爆发冲突的喜马拉雅山西部 这个哥格拉温泉边境地区脱离接触 路透社是报道说呢 虽然中印双方的军队脱离接触 可是军队并没有撤阻 而是呢改成在稍远的距离 两军呢是平静的对峙 中印的军队从冲突地区脱离接触 那可以看成是说中印边境冲突缓解的 这个开始吗 是一个好的迹象吗 伯元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不重要了 有的也只有边境冲突 这个 现在只是拉开距离这样而已 可是早晚还是会边境冲突 因为签不出来 签不出来 基本上签不出来 因为找不到共同立场 所以只是减少冲突 但在这个时候 特别保持距离的考量 现在就毕临冲突 而且冬天快来了 那地方很冷 打起来其实对两边都不好 对啊 那个地方大概春天以后才有机会再冲突吧 所以单纯的就是为了不要发生冲突 你要让那么多部队冬天待在那里也是很辛苦 还有运输补给的问题 所以通常冲突都是发生春天到夏天这一段 但是您认为是这个冲突是完全无解的 因为边境也化不出来 这个接着到重大的交易 可是双方还没有想好 所以这种边境冲突就是零零星星会不断发生 因为无解 所以冲突就是不断在发生 很多国家都这样 你看土耳其跟希腊也是这样 一样 对啊 那所以好 那接下来其实在另外一个区域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印度洋这边 因为提到印度 印度其实他们第一艘自行建造的这个航空母舰 叫做维克兰特号 那在9月正式的服役 这艘航母的建造历时了13年 上面可以搭载30架战斗机还有直升机 虽然说这艘航母成军 对于这个印度的军工业那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不过印度前任赴海军上将 他就表示说如果要跟中国大陆抗衡的话 印度至少还需要一艘自制航母 所以现在这一艘是不够的 可是印度政府目前已经没有其他建造航母的计划了 我要问的问题是请教一下黄老师说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建造航母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相对于印度来说 印度花了13年才自己制造了第一艘的航母 怎么会这么久 花13年 第一个印度自己强调它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 而且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供应 就是包括里面的领主舰 料配舰 是印度自己生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你想想看 13年是什么概念 13年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到大学毕业 对不对 你花这么久 所有军用技术都一直在翻新 也就是说你13年后出来这个航舰 里面所有的包括通信系统 包括指挥 等等 电站这些系统 它在这13年变化是很大 会不会还符合当代的那种需求 所以一边做 一边因照西的科技在做 而且没有经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中国大陆也没有很快 中国大陆从俄罗斯拖回来的那个 Varjark到后来变成辽宁 从它真正开始公告说 我要开始移装 就要改这条船 到它真正下水成军六年 然后第二艘三东号 这个从开始建造到下水六年 那现在的第三艘这个福建 那算起来也是六年 所以也没有特别快 而且中国大陆是已经是有经验的 而印度是从头开始做 那么但是它在战略上是有意义的 虽然印度有很多将领或军方 或者是安全学者会说 我们印度负担了多少的责任 您看这艘印度的第一艘的自治航母 它的战力是如何 它战力以舰载机数量来讲 我觉得北京也没有在怕 30 对 以舰载机的数量来讲 不过北京也牵涉到舰载机升级的问题 对 那现在最主要是印度占的便宜是location 也就是说它这个航空母舰 如果是就介于波斯湾跟印度洋中间 那这对北京来讲就是一把刀拳在头上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在那边 对 没错 就是南海以西到波斯湾 多了一艘航空母舰 在那边守着 对 对 不过提到印度 其实印度曾经是亚洲最早拥有航母的国家 那根据外交家的杂志分析呢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这个印度海军的实力 已经被中国大陆给超越 这个刚刚提到的维克兰特号 它的排水量是4万3千吨 远低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制航母 从6万到8万吨的这个排水量 那相较起来当然就是 相信来讲算是比较少的 那之后呢 当然也看到中国大陆的自制航母 预计这个排水量还会更大 所以印度海军 可以看出它的力量是整体在衰退当中的 那如果印度是美军在印太的联合中心的话 请问一下Raz 你觉得美军期望印度海军 可以在印太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经过台海 最近美国都不是希望 就是所有的盟友 不管是来回这样就好 对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等等 美国不是故意他们经过台海 但是讲认真一点嘛 美国 日本 澳洲 当然是希望印度海军的这个能力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就可以在比较东 不是比较西的 对不对 就是在不管是南海 或西太平洋会出现 甚至最近今年常常讨论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对不对 太平洋这些国家 那很多专家是希望印度 也可以在那个地区扮演 比较重要的角色 那这样的话 可能美国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说实在 所以如果Quad真的能成功的话 或澳洲 美国 在太平洋国家 真的要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一定需要印度也配合也在 不过你提到那个Quad 还有包括像这个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相信是不是美国也在观察 印度未来 不管是在经济上 因为其实之前包括像经济上 包括像在战略上 也在观察印度的态度 印度我们都知道 从独立经过冷战时期 到现在比较有它独立的外交 甚至叫做中立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印度的态度是让西方国家非常失望 这个我们不得不说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给美国一个 也是给美国一个情绪 印度还是会以它自己的利益为主 所以美国希望印度在 不管是台海或台平洋 国家扮演角色 我相信美国最后还是会失望 美国自己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当突然需要印度站队的时候 突然不站在他这边 其实比较愿意投入的是日本 因为日本就在安达曼尼克巴岛 那边要投资电力建设 那那个给人家感觉 未来就是为了军事基地 是 当然是印度的军事基地 可是他要扶植他 因为那个地方就在马六甲上海的地方 对 所以美国在海军的部分 这是去年才开始的 就是美国让印度获得 维修美国军舰的这个能力 对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关心伊朗协和意 马上回到樊宇轩事件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伊朗的核协议 现在已经进入到 谈判成功与否的最后关头了 不过最近又传出新的变数 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 在9月7号发布了报告指出 伊朗的浓缩的这个右库存 那么已经远超过 这个2015年核协议上限的19倍 所以IAEA无法保证 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 IAEA表示 新的核协议也没有办法解决 伊朗在卫生报的这个三个核地点 储存核原料的问题 好 现在看到这个IAEA 拒绝为新的伊朗的核协议来背书 可是眼看着这个核协议要进入到最后关头 那会对于这个协商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数 黄老师 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关键还是在于access 这个IAEA 就是国际原能总署到底能看到多少 过去我们也碰过 这个都已经是20年老问题了 比如说装的这个监视器被弄坏 那不让你人进去看 那这种技术性的卡 那对于IAEA来讲的话 他说我拿不到data 我拿不到证据 我没有办法向联合国报告 他没有办法百分百的去看到 对 就是不确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核协议自从这个至少了 就是2018年就是美国退出不谈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放生的东西了 你更不知道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现在可以说就我们刚刚讲19倍 我们现在可以说 其实你现在没有协议 它继续往前走 搞不好走得更快 那就变成一个进退维谷的状况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好 这三个地点你现在不愿意揭露 不让我检查 我是不是继续往前谈 还是说不行 你这个要让我取得完整资料以后 我才谈 这个中间就包括筹码了 因为拜登他要算他自己手上的时间 对 这是我想请教黄老师 这个背后是不是参查了很多政治 国际政治的现实 那当然还有美国内政考量 特别是美国 对 对 OK 所以我进一步请教刘老师 您帮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刚才提到了伊朗的这个浓缩诱固存 究竟他对于这个和平的威胁有多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尤其你可以看到最近北韩 不是最高人民的会议通过一个法案 在北韩这边看到说 授权军方可以先发制人使用核武 那当然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还牵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沙烏地阿拉伯 总的来看 这到底威胁有多大 刚才讲说19倍什么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那个浓缩的浓度 那个浓度是一般的民用的 还是说你可以提炼到 提炼到武器级的这个浓度 那现在事实上 它不只是破损增加 它浓度不断地也增加 其实当年2015年 拜登跟这个伊朗现在核协议的时候 就他的整个精神 他晓得没办法确定你的意图 比如你说你是和平的 还是战争的 没有办法确定意图 但是他说你假如说你今天是和平的 然后你忽然改变主义了 我要做这武器级的浓缩用 它是要扩大中间的时间 它那个整个战略是拉长的时间 你从民用改成军用 这多少时间拉长了 然后国际上有诸侯时间来反应 它并不是说我一天了以后 你伊朗就乖乖的 你从此以后就不会发展核武 这根本是不可预测的 它就是要延后你改变新意发展武器的 中间的时间 那我注意反应 那现在呢 然后你像刚刚介证讲说你放生了以后 那现在伊朗就不断浓缩 又不断增加增加 那于是原来留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了嘛 所以这造成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威胁所以现在想说 赶快再把它拉回到这协议里面来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协议里面 其实原来的这个前提讨了好多次 比如说伊朗最早就是说 革命武装卫队怎么被放在 美国的恐怖分子名单里面 这个如果不踢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到这个议和协议 然后现在他说我愿意可以回到伊核协议了 然后IAEA讲 或者美国方面讲 你这个没有帮助啊 你那个还有三个点没让我看啊 那现在到底在这局直接上在争呢 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 赶快现在回到协议来 这是难怪来来回回20年都搞不定 然后现在要谈的什么呢 好那你说当伊朗的是 这个威胁逐渐增加以后呢 当上欧地紧张嘛 上欧地紧张那么以色列紧张嘛 然后隔着波斯湾的这些 也紧张面对着这个伊朗 所以这才有川普的最后的后期 那么以色列跟阿联酋啊 跟巴林啊建交嘛 建交我们上欧地就是睁着眼闭着眼 对不对 一方面放着 放着以色列的飞机这样飞过去 然后跟阿联酋什么建交 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有经济的原因 有以色列科技的原因 那还有原因就是伊朗的这个势力嘛 这伊朗的势力起来 那当然大家也会再担心 那么担心伊朗势力是不是进到 你说小阿塞德 或者说叙利亚的事情呢 或者伊朗跟这个 跟这个这个 俄罗斯中间怎么样的梅来眼缺啊 包括卖无人机啊或者核武啊 那这每一个伊朗的势力起来 都是中东是一个变数嘛 都会 所以它的整个联动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 美国它好像要跟伊朗 赶快进入核协议 沙兰地这边就紧张了 因为美国在天平那边 你靠到伊朗这边 那我沙兰地就靠到中国跟俄国那边 然后美国这边 然后这个拜登这边 这个天平这边不行了 他就转过来到沙兰地 才有谁是180度转 关键还是在于美国的 是 一点不错 有解方吗 这么个错综复杂的 国际的复杂的政治现实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不觉得是美国是关键了 关键还是伊朗 你干嘛研发核物啊 为什么 你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那让整个博士网地区紧张 有老师刚刚用这个字紧张 对 那不管是沙兰地 阿拉伯 伊斯兰地 阿联酋 其他的国家都会紧张 这个都是伊朗的领导者 制造的一个情况 Ras 我进一步请教你 因为刚刚讲到说 除了这个核协议出现了变数以外 伊朗跟美国最近在中东 也出现新的摩擦 伊朗的海军在九月初 在红海的这个国际海域呢 一个礼拜就两次扣押了美军的无人船舰 那最后是在美方出动舰队施压之下呢 伊朗才交还了扣押的这个无人船舰 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是表示说呢 在当地的美军的无人船舰 没有武装 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很单纯的拍摄 非保密的环境照片 不因为是军方的船舰 总是会引发敏感的这个联想 CNN的报导说呢这个事件好像是伊朗 针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正在升级 这件事情怎么看 还有包括两度在国际海域扣押 美军的这个无人船舰 它的行动背后的意图是 一边是给国内看 尤其是伊朗在国际压力之下 不管是制裁或者核武谈判 那这个时候伊朗领导者要让国内团结 那就有这个类似的行动了 因为伊朗很目前最近几年 虽然选举的时候有反对 有反对这个活动 是位者上街头 但是最近几年是比较少了 那这个时候领导者要让国内团结 而且很少会有人反对说 你这个政策是错的 我说伊朗国内很少有人说 你口压美军是错的 或者研发核武是错的 所以目前比较少 所以这个生意是比较少 所以一边是他们是要继续恐怖国内的支持 那另外是给国外看 他们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俄罗斯或中国 会打电话过来说 Good job 对不对 反美 对啊 所以他们就可以有其他合作方面 因为俄罗斯或中国 会觉得 这真的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那另外也是给他们的算是复苏组织 不管是在Lebanon或Syria或Yemen 他们都有合作的伙伴 对不对 他们也是要让这些组织知道 伊朗是可靠的 我们还是会 我们有我们军事能力啊 所以他们这样做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动机很多了 我还是觉得最后是错的方向了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美方也不断的就是 让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 还有伊朗是走得越来越近 我进一步请教委员说 您觉得现在在 我们刚刚讲 中东海域这边的局面 是由谁来主导跟宰职 感觉是没有 空的 现在是空方 事实上你刚刚在讲伊朗问题 你都没有提到以色列的角色 对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还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 选前谁 美国谁敢得罪犹太人 尤其是民主党 所以根本不可能处理 这个是关键 选前怎么可能处理 对 而且以色列真的把伊朗当做最大的敌人 因为他是唯一有可能真的 有这样的军事的潜能 现在还没到 可是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真的做出核武 对不对 对以色列威胁就很大 因为罗斯讲那个逻辑是对的 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做核武 你周边又没有这样的力量 而且美国也没有真的要打伊朗 伊朗很难打 因为他是高原 你是由下往上打 所以他显然就是认为他要有核武 要控制整个阿拉伯地区 就是要当老大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他就是坚持这样想 不过现在如果澳大利亚可以买核动力潜艇 那伊朗就有借口了 所以美国自己就在核扩散 对 你为什么要禁止我核扩散 就是应该是标准一事一致的 因为这个有点双标 说实在 而且核动力潜艇用的燃料就是军事级 不过美国以上不就双标 哪有 这个我想进一步请教郭委员 你觉得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中东地区 当然冲突不断 可是未来 你觉得最要注意的导火线会是 最要注意的 不过事实上有好转的迹象 比如说以色列跟顺尼派的国家也在接触 那他跟几个国家在建交 那也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那最近阿联酋 就是沙迪阿拉伯的最核心的小弟啊 是 也跑去伊朗 所以坦白讲也有一些管道在建立中 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即将 所以习近平应该会去访问沙迪阿拉伯吧 那可能会跟海湾国家签一个经贸协定 所以整合性的力量还是有在出现当中 不过都不是军事啊 你如果讲到军事那这个地方 种种矛盾都无解了 比如说十月派跟顺尼派那种矛盾 然后以色列的占领区 那问题都无解了 但至少像您刚刚说的 他是有一个比较朝向和缓 那是经济上 我觉得以色列可能也在逐渐想通 所以他不可能都跟阿拉伯国家 有在变化 老师您觉得 有在变化 其实沙迪跟伊朗也有私下的接触 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当美国决定从中东组建撤出来以后 那么中东国家讲说 美国不管我们 我们自己得安排 我们自己的秩序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东的中东 包括我刚刚讲说 跟阿联酋跟巴林的建交 包括说你说伊朗跟这个 不管从阿联酋 或者跟沙吴地这些秘密的接触 或者以色列跟沙吴地的这个关系的改善 它每一个都在变化 所以中东一个新的变化正在态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好 谢谢刘老师 我们等一下回到怀宇全世界 来关心的是英国 马上回来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怀宇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欢迎回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9月8号传出 此事的消息想年96岁 白金汉宫已经正式公告 那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她在27岁的时候 被加冕成为女王 在位70年 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一位君主 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 是在女王辞世的前几天 才去觐见她 那没有想到 这变成了伊丽莎白二世 这个女王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 根据特拉斯她说 她也说 女王是现代英国的基石 为整个英国提供了安定与力量 而她的离世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包括各国领袖都纷纷表达致哀 像美国总统拜登赞扬英国女王 不但是君王更定义了一个时代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表示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这个是第一位仿中的英国君王 她的世事是英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表达了悼念 她说女王是善良的女王 是法国永远的朋友 连美国前总统川普也发文表示 永远不会忘记女王陛下的 慷慨的友谊 还有伟大智慧 跟美妙的幽默感 请拉斯先来带我们来了解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她的人格特质 有什么魅力 让她全球的领袖 都一致的赞扬她 第一她年轻的时候 有参加二战 英国的女性相关部队的工作 那这个是留下好几代英国人的深刻印象 她那个时候十几岁 就愿意做相关工作 跟一般的平民 皇室的这个Princess也去做 所以以后她因为参加 她先生也有了Princess Philip 所以因为他们参加 就有获得英国人的尊重 那接下来 虽然我们局外人常常会觉得 他们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家族而已 有政府 他们自己有钱 政府还不住他们的 外界会关注都是王室的八卦 对或八卦 但是其实英国人知道 他们参加的公益活动 其实是蛮多的 甚至不只是去彩排 他们真的有在行政方面 真的去真的有参加 各式各样方面的 不管是罗斯团体 环保等等 每年她自己去好几百场所参加 所以我们会觉得她是 Standing up tall 我们不能接近她 但是其实英国人知道 她去她参加活动 其实她会跟一般人罗索 连你刚刚提到川普 我们都知道 川普很讨厌跟人家罗索 她真的是好怕戏剧 爱干净 但是Elyzabeth她去什么场所 跟最急诚的英国人 或者她出访的时候到国外的时候 也是跟一般的人民会长得很近 甚至我说 所以她真的有这个特色了 很值得真正 大家都觉得 虽然她孩子 孙子常常出现问题 他们的行为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至少她个人 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所谓的 Constitutional Monarch 她有没有干涉政治 没有跨越她的 在英国这个宪法的角色 这个也是很多国家的领袖 值得要参考 很谨守她的奋计 连我们台湾 我们都知道 按照我相信 三位主要家比我还熟了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总统的权力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 但是实际上 总统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 政府的动作 都是总统说的就算了 所以她真的知道她的角色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每个礼拜 她跟首相开会的时候 她讲了什么 但是这个也是很值得佩服 因为她可以分析战的经验 但是她也没有对外说 她有给首相什么样的意见 女王她一生 你看在位70年 是英国史上最久的 在位最久的这个君王 她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 重要的历史时刻 也历经了很多的首相 历任的这个美国总统 那当然这个 外界现在也关注了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说在女王辞世之后 大英国协的团结 这会不会出现很严峻的挑战 委员你觉得 我认为会 因为伊丽莎白亚女王她是 她是政治中立 緊守本分 超越各种政治主张 她不会轻易表态或介入 她的人格的魅力 所以使得 因为有15个国家以英皇为国家元首 那当这个国家元首如果不是那么的具有人格魅力 跟高的声望 就那个凝聚力 那人家会愿意嘛 比如说下面这个叫查尔斯国王 查尔斯国王有很多人恐怕不以为然 最近有一份民调说他的民调其实远不如这个英女王 甚至连儿子都 而且连还没开始炒作 可能还有人在介意戴安娜王妃 介意卡米拉 介意她 因为她很喜欢对政治议题表态 我讲的是查尔斯王子的时候 比如说她就公开主张气候变迁 那保守派怎么会接受呢 这个叫没有必要 因为你国家元首你又没有行政权利 所以我认为了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国家 事实上澳大利亚就公投过只是没有成 可是工党就摆明了 因为现在执政是工党 因为基本上会奉英皇为国家元首大概都是保守党 可是澳大利亚现在是工党执政 那个Albany就公开发言过 他认为澳大利亚要变成共和国 那这个趋势我认为加拿大也会有 那有一些国家比较小的 他甚至就提出一些议题了 比如说亚买加 亚买加现在要求英国要偿还奴隶税 就是类似韩国跟日本要奴役劳动 就是这种议题就出现了 不过这个我进一步请教刘老师 因为刚刚提到说大英国协 曾经是日不落帝国 可是会不会在女王辞世以后 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除了刚刚提到像澳大利亚等等以外 包含连苏格兰跟北爱的问题 接下来的 是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回来 过去它是国家的一个稳定的基石 就是女王 那女王驾崩以后 那剩下的就是乔尔斯三世的国王 不见得能够接触得了 那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 第一个你说北二兰的问题 他的政府现在还没组出来 那么尤其江森首相 他当时跟欧盟的 就是北二兰议定书 北二兰议定书 那现在特拉斯首相上来 他第一个就是北二兰跟欧盟的关系 跟北二兰共和国的关系 在中间这个线国界怎么画 那这北二兰政府都组不出来 那就是大英国协 我们讲英伦上的United Kingdom 那怎么United 那另外你说斯科兰 这苏格兰是不是有在准备说 我们在 你看 苏格兰现在想独立 苏格兰想独立 因为你说女王驾崩的地方 是刚好在苏格兰 可是女王驾崩以后 可是苏格兰有可能要离开这个联合王国 那这些问题都是新的首相 或新的国王他要面对的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新的时代可能有点崎岖 我觉得你走得蛮辛苦 不过这个新的首相 当然跟现在新的国王 这个应该是很有戏 因为刚刚像委员所提的 就是大家现在外界也关注说 接下来查尔斯国王跟特拉斯 中间的这个互动 那会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像女王在位的时候 跟这个烈刃首相 她们的互动 她有管住她的嘴巴 会不会不一样 对 会不会不一样 但是请黄老师帮我们来看 就是说 在女王在世的时候 她在不同的时代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她经历了非常多重要的这些 时代的变革跟变局 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维持 她皇室还有刚才就是提到 跟现实政治之间 她的那个分寸的拿捏跟奋计的 我们刚刚已经都提了好几次了 就是说是她自己非常谨守宪法 赋予她的权利跟她的任务 这个她守住了 第二个我们可以说 因为她的人格特质 还有她的这种特殊 就因为她是伊利莎白二世 所以她让日不落国的太阳降得比较慢 不管英国经历了多少的风暴 她从二战 等于是二战之后开始 从丘吉尔担任首相开始 她自己经历的就是那个太阳 日落西山的那个全过程 好像是一个写照 一直到今天 然后因为她 所以这个太阳落得比较慢 第三个就是在英国现在越走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是太阳落下来以外 英国自己现在也脱欧 自己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也在视为 那英国虽然后称美国第一盟邦 但是英国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 都没有办法去甚至烘托出 或者是帮到美国太多 那么所以应该来讲 这个我比较看到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过程 我比较会去作为一个政治学政治的人 我会觉得他是很难得一个 因为特殊的政治制度 英国有一个人可以思考 他可以想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元首 是没有时间去想问题 去思考未来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可以 虽然不介入政治 但是给这个首相 谈话中间可能会给他一些不同的视角 是 会员 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因为女王辞世以后 那现在继任的就是 现年73岁的王储查尔斯 他现在变成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他从1948年出生 那在1952年这个女王他继位之后 他就变成了王储 所以他备位 就代位的时间 足足有70年 那他上任之后 我们也看到这两天 他发表了对国家的演说 然后特别提到了 他要推进精简君主制 意思就是说 他应该是不会干涉太多 甚至要对于整个制度的部分 做一些改革 你自己的事情怎么看 他本来就没有权利 是他自己常发言 比较爱讲话 事实上英国国会 给英国皇室的钱也不多 2018年我看的数字 大概只有31亿台币 那主要还是王室自己的财产 那我觉得他真的要担心 就比如说我们用泰国做例子 这是极端的类比 普美龙声望非常高 那军事政变他成为一个 介入最好的象征 那你看他儿子 你看那个声望差多少 就是继任者 能不能够延续 对不对 完全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超尔斯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就是他最大的挑战吗 对 他一定要得到人民的继任 他怎么觉得 要怎么样得到 像他妈妈一样 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样的文心 我们假设他再活22年 活到就是 就是 他跟他妈妈一样 他不会慢慢的拔河 如果就是公开活动啊 白兰的机会 也有一个儿子 不要求他 嗯